上帝是独一的 我们常常听到这个 上帝的这个属性 是上帝是独一的 那什么是独一的呢 独一 想想 就是独自 独特的 一位 独一 就是上帝只有一位 而且呢 他非常的独特 独特在哪呢 跟别的这个不一样 上帝独一 上帝是独一的 上帝是独一的自存者 在上帝在旧约的时候 上帝向摩西显现 开遣摩西 想要去救这个 以色列的民出埃及 向他显现的时候呢 摩西问上帝说 那你派我去 他们要问我 是谁派你来的呀 是哪个神派你来的呀 他叫什么名字呀 然后呢 他就对他说 你就告诉他 你就这么说 那自有 拥有的 打发我来的 自有 拥有的 自有 拥有 就是自存 永存 意思 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 自存者 独一的 永存者 自己存在 永远存在 世上所有的一切 都是被造的 除了上帝以外 也可以说 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是独一 独一的自存者 这等于说 上帝是创造者 上帝是创造主 上帝独特在什么地方啊 独一在什么地方啊 跟其他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是 自存 永存 独一的 创造主 其他的一切 包括我们人类 还有世界的万物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一说到上帝是创造主 那我们能想到什么呢 就是 被造物跟创造主之间的关系 就是 被造物 只有依靠创造主 才能活着 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 关系 也是这样的位置 次序这样的位置 上帝是供养我们的 给我们生命的 帮助我们的 那我们呢 是依靠他的 听命于他的 顺从于他的 这样的存在 所以一说到上帝是独一的 我们首先要想到上帝是 独一的自存者 和创造主 还有上帝独特在什么地方呢 独一在什么地方呢 世上所造的 也有 凡是属灵存在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神 神是啥意思啊 就是属灵存在 属灵存在 可以就称作神 圣经也说到 有什么 诸神 诸神就是各种各样的 神 各种各样的神 诸多的神 而且这些神呢 是什么 这个 有造在天上的 有造在地上的 说各种各样神的意思就是 有各种各样的 很多的 属灵存在 诸神就是有 诸多的属灵存在的意思 人也是属灵存在 天上的天使也是属灵存在 那么他们也可以叫做 天使 我们骂天使也叫做神 人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从属灵存在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叫做 也可以称作神 虽然有这诸多的神 但是 唯独上帝 这个神 有本体的形象 一说到神 我们就应该想到是灵 灵是 摸不着 看不见 非物质 无形体的 这样存在 这才叫做神 如果有样子 有物质 有属物质 这个存在 它不叫做神 属灵存在 灵就是摸不着 看不见的 非物质的 无形体的 所以上帝 一说上帝是神 上帝是摸不着 看不见的存在 上帝所创造的天使呢 也是摸不着 看不见的存在 上帝的天使 上帝没有赋予天使 这个形象 但是上帝却是 唯一一位 有自己本体形象的神 我们这一阵子 一直在学 三种属灵存在 是吧 有上帝 天使和人 只有上帝 自己有本体的形象 天使有本体 却没有形象 人也是一样的 人的肉体是属物质的 一说到属物质的 就是能够摸得着 看得见的 并且不能永远存在 这就叫属物质 属物质的特点就是这样 不能永远存在 上帝是看不见的 他借着耶稣基督 到什么肉身 来到世上 成为了我们能够 摸得着 看得见的 但是他仍然不是属物质的 因为耶稣的身体 是属灵的 意思就是 虽然我们能够摸得着 看得见他 但是呢 他却是永远存在的 刚才我们说了 物质是什么 不能摸得着 看得见 而且不能永远存在 是暂时经存在 到了时候 必然朽坏 这就叫做物质 所以我们说到 天地万物 包括人 这世界 所有一切有形式的 到最后的时候 都要被火消化 都要毁灭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有 他的现实 而属灵的东西 却是永远的存在 所以上帝是 唯一一位 有着自己本体 形象的神 有着自己本体 形象的神 有人说人也有形象啊 但是人的形象 不是上帝 本来就给人的 而是 这形象是 上帝的形象 上帝造人的时候 说我要按照 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 造人 也可以说 人的形象 是上帝形象的 上帝 本体 形象的 样式 也可以说 是模型吧 先造了 这么一个模型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会不会坏啊 这个外在的人 那个肉体的形象 会不会坏啊 模型就是模型嘛 是吧 真真相吗 真相会不会坏啊 所以耶稣才是上帝 本体的真相 所以我们一说到 耶稣是 这个 这个 一说到上帝是独一的 首先要想到两点 一个是上帝 怎么独一啊 跟别的神 有什么区别啊 原来他是 创造主 其他的神 都是被造的 还有一个 其他的神 有没有形象啊 没有形象 唯独上帝就有自己 本体的形象 这是他独特的 独一的 上帝是几位啊 一位 这么独特的 独一的一位 上帝既然是独一的 独特的 也是创造主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 上帝面前的时候 就向上帝求 向上帝祷告 是不是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当然了 本来他就是创造主嘛 是不是 他这么志大 那我们不求他 我们求谁啊 是不是 依靠人能不能依靠得住啊 跟我们都一个水平 差不多 上下相仿 你的水平高 也高不到哪去 是不是 所以依靠人 也依靠不住 那人本来就理应 向上帝求 这是当然的 但是 我们祷告向上帝求的时候 上帝有让我们求的条件 说什么条件 你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 祈求上帝的时候 圣经说 你们不可以忘求 什么叫忘求 随着自己的心意求 我想求什么求什么 我不需要上帝喜欢什么 上帝想要让我求什么 但是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心意 愿意求什么就求什么 所以圣经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按照自己的意思求 按照自己的艳乐私欲求 所以得不着 是不是 那怎么才能求得得着呢 我们本来就应该上上帝求 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 我们打开圣经 看一些经文 约安福音十五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吧 十五張 七節 七節嗎 不是 我想說的是 你們要照著上帝的旨意求 這個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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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錯了經文 寫錯了經文了 就是說上帝說 你們無論求什麼的時候 要照著旨意 讓上帝的旨意求 若不照著上帝的旨意求 就得不著的意思 這樣的經文 查一下吧 這個用那個什麼 微讀聖經 查一下旨意就行 我們來查吧 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五章十四點 約翰一書五章十四點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 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祂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 我們一起再來讀一遍 預備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麼 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祂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 上帝是有豐盛慈愛的 向祂求當然應該求 但是求的時候 怎麼求呢 若照著祂的旨意求什麼 祂就聽我們的 這時候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的時候 我們的心也很坦然無懼 因為有時候我們向上帝求的時候呢 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上帝的心意 該不該這樣求 我求這個對不對 我求這個好不好 是不是 好像不知道該怎麼求一樣 但是這裡面說 如果你照著祂的旨意求 那麼你就可以坦然無懼 可以說在你求的當時 同時你就知道 這個事一定會成就 為什麼 因為在上帝的旨意裡面 就像這樣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求 在這世上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有哪個地方 到哪個地方都有哪個地方的規矩 對不對 我們要到銀行去 你把錢放在那了是不是 存到那了 存到那的時候呢 你想取錢的時候 是不是陰陽理所當然的 那就是你的錢啊 那就是你的錢 但是你跟人家說把錢給我 不行 行嗎 孩子按照規矩啥規矩 你該添單子 添單子唄 該添名字 添名字 如果你有一天你要取什麼 沒拿身份證 是吧 人家必須要你身份證了 然後你說我沒拿身份證 那我這都有 我就 就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 是吧 你就要這樣跟人辯解 行不行 不行 還是要規矩 就好像這樣一樣 我們來到上帝面前 祈求的時候 也要照上帝的規矩 雖然上帝有豐富的慈愛 雖然上帝願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給我們 雖然上帝讓我們過 願意過得更好 更豐盛的生命 得這麼多 是吧 上帝圣經內一再像我們顯明亮的 但是我們求的時候 還得非得按照 規矩來 就這意思 按照什麼 指意求 上帝的指意求 很多的人信上帝的時候吧 帶著一種 什麼樣的心呢 就是這個 好像迷信的心 迷信 我在上帝面前 我覺得 就像剛才我們說 去銀行裡取錢一樣 我覺得我可以 上帝就聽我的 我覺得上帝愛我 我體驗到上帝愛我 就是 我覺得我祷告這個 上帝一定能答應 但是一旦沒答應呢 有的時候就受失探 為什麼沒答應呢 開始的時候 人們尋找上帝的時候 因為沒有話語 總是拿著這話語 就總是通過祷告 想驗證上帝有沒有 所以開始祷告 總是這樣祷告 如果有你 你就幫我把這個事成就了吧 然後如果有你 你就把那個事幫我成就了吧 其實大家雖然這樣祷告 上帝也給成就 是不是 都體驗了 但是其實這不合規矩 是不是 這不合規矩 但是因為你不知道嘛 所以呢 不合規矩就不合規矩了 上帝為了是讓你體驗到有他 然後幹什麼呢 然後一點一點的認識他 通過什麼呢 圣經來認識他 通過圣經裡的啟示 一點點認識他 認識他以後就知道 他的喜好 他的愛好是吧 他想在我們身上 想給我們的是什麼 也就是說 什麼對我們最好 什麼對我們最有意義 逐漸我們就開始知道了 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呢 知道體驗到他了開始 不要只是把 剛開始的那個體驗 當作 我這就認識上帝了 上帝 你看我禱告了 上帝 聽我禱告了 這就上帝與我同在了 不要這麼想大家 千萬不要這麼想 就像小孩子一樣 很小很小的孩子是吧 孩子可能是這個 隨地大小便 不用隨地 隨抗大小便 可能是 那父母還會因為這個 隨抗大小便的時候 就打他吧 小孩拉到這個床上了 然後那個父母就 打他一頓用不用 不能這樣的 但是孩子不能認為 我長到多大了 都可以隨便拉 隨便尿吧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好像這樣一樣 我們不要把那個 當作理所當成 那是上帝對我們的讓步 因為我們太無知了 我們水平太有限了 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的是 是什麼時候 是罪人 是吧 所以上帝就給我們機會 讓步 到了一定時候的時候 開始管理我們 管教我們 引導我們 是吧 這時候不能隨便的游著我們 再到了五歲了 你要再敢從炕上隨便拉 該怎麼辦 就狠狠地打他 是吧 就得這樣 不用那個五歲 估計三歲的時候 也得打他了 是吧 就好像這樣一樣 所以隨著認識上帝越來越深 我們要不要這個老想著 上帝只顧著我們呢 吃啊 喝呀 穿呀 上帝的心意在我們裡面 是什麼呢 是要讓我們的靈魂 興盛 這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剛才我們在讀 馬太福音六章 那個經文的時候 那個經文裡面 向我們顯明的是 就是你們在這地上的時候 要為什麼祈求啊 不要為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祈求 有的人很糾結這一點 為啥不讓我求啊 我就想求這個 是吧 我的問題 這個為啥不求這個算犯罪嗎 難道 不是求這個算犯罪 求著上帝說 你要關心 比這個更關心的是你的靈魂 這些都是你的肉體所需的 肉體所需用的 你在沒信耶穌的時候 你在成為罪人的時候 你在做上帝的仇敌的時候 你將來就會下地獄 面臨那樣的結局的時候 我們信耶穌了 我們知道我們原來是罪人 跟上帝是仇敌 原來不知道 好像自顧自的活著 浑然不知 就好像小孩在床上抓爸爸 覺得還挺好的時候 就好像那個感覺是 還浑然不知呢 還覺得還挺好 過得很舒服 上帝很愛我 我的運氣很不錯 還以為是這樣的情況呢 實際上那個時候 已經是罪人了 但是就是那個時候 上帝還是這樣的 引導我們 關愛我們 是不是 就在弱小的時候 還是引導我們 關愛我們 但是不是說 上帝就 認為你們 你那個時候 你要做就是對的 雖然做仇敌的時候 上帝還與我們同在 那麼其實上帝 還是願意讓我們 來到他的面前 求他 所喜悦的 他對我們的指引和方向 還是可以讓我們求這個 因此他引導我們 來到他的面前 在主導文裡面 這個剛才這裡面說到 你們要求上帝的國與義 不要求日用的飲食 因為你們在做罪人的時候 在那麼不好的時候 你們還有為敵的時候 這一切都白白的給你們 有誰是因著 沒信上帝 不信上帝 上帝說你死吧 那麼如果那樣的話 全人類 我看都得死 是不是 所以聖經裡明明告訴人說 上帝讓太陽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給義人 也給不義的人 其實在上帝的眼裡 什麼好人歹人 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啥 都是罪人 不都是惡人 都是抵擋上帝的人嗎 那上帝管不管呢 也就是說沒信上帝的人 沒信上帝的時候 上帝尚且管 這是上帝對我們的慈愛 上帝有怜悯 有慈愛 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能認為 這就是 啊 這就是全部了 不能這樣的認為 所以呢上帝說 比這些 你想想 你們沒信耶穌的時候 這些都給你們 外邦人 他們所求的 就需要的就是肉體 這些東西 他們求求的 但是你們不要這樣求 外邦人 不信主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求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 有靈魂的存在 他們也不知道 怎麼為靈魂求 也沒有對他們 靈魂的應許 所以他們只能 以肉體為中心活著 但是今天 我們信了耶穌以後呢 我們不要以肉體 為中心活著 而要以靈魂 為中心活著 靈魂才是我們自己 靈魂才是我們的全部 耶穌來到世上 為了什麼而來啊 流血牺牲 舍己舍命 為了什麼 為了我們進天國 你什麼進天國呀 不是你的肉身進天國 是你的靈魂進天國 將來你的靈魂 你的靈要變成靈體 變成永遠的身體 這樣的進天國 有的人還以為 這個肉身會進天國 所以有好多以前 有人信主的也是 說死了以後呢 把這個身體得埋了 不能活躁 活躁了以後身體就沒了 將來復活咋復活呀 他們這麼想的 實際上復活的時候 不是你這個必朽壞的 歸於塵土的肉體復活 而是靈體復活 這個靈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世上 你這個靈魂受到話語的引導 受到話語的養育 進入到上帝旨意中所做的功 都是你靈魂裡面的 好像為自己積攒財寶一樣 所以你復活的時候 你的靈裡面越強壯 你靈裡面擁有上帝的話語越多 也就是你順從上帝話語越多 那就成為你靈魂的榮耀 復活的時候 那個時候會有那樣的榮耀 所以我們在這世上的時候 比這愛肉體要更多的 愛什麼 靈魂 愛靈魂 愛靈魂的方法是什麼呢 求 求什麼呀 求為靈魂而求 我們要為靈魂祈求 為肉體祈求誰都知道 但是為靈魂怎麼祈求呢 有的時候 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早早一祷告 祷告那麼長時間 大家就覺得有的人覺得 沒啥意思 祷告啥呀 這個說也沒啥可說的了 然後也沒啥意思 就不愛祷告 為啥呢 因為本身為肉體 沒有啥可求的 也封遺足食的 舒舒服服的 幾乎有 有祷告 祷告也就完了 也用不著祷告那麼長時間 但是更多的 實際上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早早晨晨 都為了什麼而求啊 為了靈魂而求 所以我們在 我們這裡說 不用為肉體祈求 吃什麼 喝什麼 穿什麼 為什麼不用求啊 因為當你們的心 為靈魂而求 為天國而求 的時候 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求的時候 這一切都加給你們了 所以我們總說 人的靈魂若興盛 人的肉體就健壯 人的凡事都橫通 這時候在你世上的生活橫通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靈魂支配著一切嘛 靈魂支配著肉體嘛 靈魂就像我們說 像自行車裡的內胎 靈魂內胎鼓起來了 外胎自然就鼓 這個不用 不用你才去 外胎怎麼鼓啊 不用你去操心 只要你內胎鼓起來 外胎自然就鼓起來 就像這樣 我們靈魂興盛 我們肉體自然就健壯 那麼我們要為靈魂 祈求什麼呢 首先上帝告訴我們 你們要求上帝的國 與上帝的義 在主導文裡 我們常常 這個這樣的 背這個主導文的時候 主教導我們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上帝讓我們禱告 你們禱告說要這麼禱告啊 這是最屬靈的禱告 這是最合上帝的心意禱告 也就是這是求上帝的國 然後呢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意思就是讓上帝的旨意 好像在天上定好的旨意 也成就在地上 就這樣的 我們也按照你的旨意行 按照你的旨意求 然後還求什麼呢 你主啊 願你的國降臨 我們今天都是追求去天國的人 上帝的國到底是什麼呢 什麼是上帝的國呀 我們老說上帝的國 上帝的國 然後耶穌也說 你們禱告的時候要求 願你的國降臨 主導文是應該在 耶穌升天以後 才生效的 在這地上的時候 不是這樣禱告 他說你們禱告 我們禱告怎麼禱告啊 門徒問他 他說你們要這樣禱告 所以就告訴了門徒們 按主的方法呢 叫做主導文這樣的禱告 但是實際上這個禱告 不是當時就讓他們禱告的 你們要求 祈求 什麼時候才成就的那個呢 是 耶穌升天以後 降下聖靈 耶穌說 我若靠著上帝的靈 趕鬼 就是上帝的國 臨到你們了 嗯 剛才說到了 願你的國降臨 這裡又說到了 我若靠著上帝的靈 意思說我若靠著聖靈趕鬼 這上帝的國就臨到你們了 意思就是我若靠著聖靈趕鬼 上帝的國就降臨了 開始是不是讓他們 祈求上帝的國降臨呢 願你的國降臨 國 國是什麼意思啊 國 跟權柄 跟君王 這個是 其實是同等的 一想到 國度 國度 主導文說 國度權柄 是吧 榮耀 國度 跟這個權柄 是一致的 一想到國 肯定要有權柄 一想到權柄 就有能夠 成長這個權柄的 那個君王 王 所以耶穌說 在地上常常的趕鬼 很多的人也非常驚奇 說 哎 這是有權柄的新道理 就是他去趕鬼 連鬼也服他了 旧約的時候 沒有趕鬼的事 但是耶穌來的時候 卻有趕鬼的事 為啥呀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天國的君王 天國的君王的權柄 臨到世上了 我們知道 掌管世界的王的 掌管世界的王是誰啊 魔鬼 在魔鬼手下 被魔鬼支配的 就是 巫鬼 我們原來在這事項中說 魔鬼支配的是什麼 世上的人 對不對 魔鬼支配的是 世上的人 那麼人死了以後呢 人死了以後呢 人死後了以後就成了巫鬼了 是不是 他在世上所有的思想想法 都受到了魔鬼的這個思想的影響 對不對 世上的我們常說 世上的文明文化 一些虛幌的假的東西 凡是跟上帝的不一致的東西 都是假的這樣的東西 所以就支配著他們 那他們死了以後呢 還是受到這樣的思想的支配 對不對 還是受到這樣的支配 所以巫鬼是属誰的 巫鬼是属魔鬼的 所以耶穌來的時候 去趕鬼 人們看不見巫鬼 對不對 但是卻聽見了 巫鬼在那個人裡邊說話 當上帝去趕這個鬼的時候 那個鬼就在借著那人說 至高上帝的兒子啊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是不是借著那個人 就開始說話了 鬼也不斷的就 這樣的顯明出來了 逐漸的就顯明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 耶穌說 我若靠著上帝的靈 也就是我 我若靠著聖靈趕鬼 就是上帝的國 臨到你們了 這意思是說 天國的君王的權柄 能夠制服這地上 王的權柄 所以看到了 上帝的國來臨了 我們總說去天國 去天國 一說天國的時候 就想到天國多麼美好啊 天國多麼的 這個美妙啊 合一啊 沒有疾病 沒有痛苦 大家是不是一想到天國 就想到這個啊 但是實際上在地上的時候 就能夠體驗到天國的能力 怎麼樣 因為天國的能力 藉著聖靈降臨就顯明出來了 因此呢 上耶穌臨走的時候 一再說 你們一定要等候 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 附所應許的聖靈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實實在在地體驗到 天國君王的權柄 在你們身上了 我們老是與耶穌一同做王 將來我要與耶穌一同做王 其實大家說做王也就是個概念 咋做王啊 你知道王是啥樣的嗎 王是有權柄的 所以今天我們領受聖靈的時候 就能夠證明 你真的是上帝的兒女 上帝的兒女啊 不是一般人的兒女 不是世上的王的兒女 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我們越認識上帝的時候 我們就越能知道 上帝的兒女對我們來講 意味著什麼 是吧 上帝的兒女擁有的是 上帝的權柄 像上帝那樣權柄 所以耶穌在世上做事的時候 他說 我所做的事 你們也要做 並且做比我還要大的事 很多的人認為 那是過去的事 耶穌能做 我能做嗎 我就是個普通的人 我能做嗎 但是上帝說 你們因著相信耶穌的功勞 耶穌的代鼠 把我們的罪解決了 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就意味著 我們能夠跟上帝和好了 上帝再次給我們聖靈 意味著什麼 就意味著我們能夠成為 上帝的兒女 獲得了天國的權柄 所以你領受聖靈的同時 你裡面就擁有的是 天國的權柄 所以我們才能夠赶鬼 對不對 所以耶穌允許了 信的人就能奉我的名 趕鬼說心方言 這不是上帝的應許嗎 所以呢 要求上帝的國 那怎麼求上帝的國呀 其實求上帝的國 等於求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的時候 就是上帝的國降臨了 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傳到 醫病趕鬼 將天國的那個 王的權勢 顯明於世上 就能這樣了 所以趕鬼不是僅僅 大家很 這個 這個角度狹隘的想 那趕完鬼我的身體就好了 趕完鬼我這就不疼了 趕完鬼我心裡就舒服了 不是僅僅這樣想 趕鬼目的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證明 天國的王權 已經降臨在這世上了 這是趕鬼的意義 是不是 不是解決你的私人問題 不是解決你肉體的疾病 當然藉著這樣的 誰能 誰能用一句話來解決疾病呢 我們現在得了個 得個什麼病 也得通過什麼進醫院 然後用各種措施 什麼物理治療了 什麼化學治療了 反正用手術治療 是不是還有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沒有 從來沒有聽說過 一句話 這個 因著信心 憑著話語 就能夠解決了 沒聽說過 是不是 但是當你體驗到這一切的時候 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說明你裡面擁有的權柄 不是這世界王的權柄 而是天國王的權柄 所以 當我們祈求 聖靈降臨 聖靈充滿 聖靈支配我們的時候 就是為了要把上帝的國 向這世上的人來顯明 所以我們祷告的時候 有時候就說 大家祈求 聖靈充滿吧 聖靈支配我吧 是吧 主啊 讓我能夠相信你吧 賜給我信心吧 是吧 讓我能夠 第一個 在這世上彰顯你的榮耀吧 彰顯你的名吧 讓天國的王的權柄 臨到世上吧 是不是我們常常這樣祈求啊 所以這就叫 祈求上帝的國 那我們每天祷告 祷告啥呀 每天都祷告 被聖靈充滿 在祷告之前 要給大家講 關於很多聖靈的事 聖靈的充滿 怎麼充滿 是吧 給大家講到 目的是什麼呢 讓大家因著認識 而相信 因著相信 而更有這個 迫切的心 積極的心 去祈求 最終使你得到 和體驗 是這樣的願意 所以我們今天在上帝面前 不要為 僅僅為吃什麼 喝什麼祈求 要為什麼祈求 願你的國降臨 這話的意思就是 主啊 願你以聖靈來大大地充滿我 這話的意思還等於說 願你用你的話語來支配我 願我能夠擁有天國的權柄 來在這世上 讓人看到 我不是這世界的人 而是哪兒的人 我們是天國的人 常常說 教會是哪兒的 教會是天國的大使館 好像是 是吧 其實教會就是天國的一部分 只不過臨時 駐紮在這兒而已 將來我們都得 全部都還得搬到天上去 是吧 暫時的在這裡 暫時在這裡幹嘛呀 這個大使館在這幹嘛呀 得跟他們搞外交嘛 是吧 對吧 這些世上的人 都跟他們聯合起來 告訴他們 我們天國是什麼樣子的 接著耶穌做那 耶穌沒完全完成的工作 是不是 做 好像耶穌基督 第二公開適合生活 是吧 把更多的人 讓更多的人領受聖靈 讓更多人體驗天國 這是我們要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常常的要祈求 被聖靈充滿 也就是 這就是祈求 祈求是吧 上帝的國降臨 主還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天國的權柄 全世降臨 讓人看到這一切 有人看到我們 好像我們 就是外表 從肉體來看 看 沒啥好 也很窮 我們在這世上 是多麼的 有地位 有名譽 還是有錢 有財富 我們好像 哪一個也不在戰 是不是 但是我們 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因著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都亨通 發現信仰的人是有個特點 雖然你存款沒那麼多 但是你去到遇見事情的時候 你就能夠解決 需要錢的時候就有錢 沒有不需要錢的時候 也不需要存 好像這樣一樣的生活 特別的奇怪 這是什麼 這就是上帝隨時與你同在的生活 隨時體驗上的生活 好像這樣一樣 所以我們要多多的祈求 上帝的國 不要以自己好像很缺乏 肉身很少 就好像在世上的人面前 沒有臉面一樣 好像感覺很羞愧一樣 我們要在他們面前感到很自豪 我是什麼 我是上帝的兒女 天國的王 要帶著這樣的立場 所以這就叫做求上帝的國 還要有求上帝的義 人要求上帝的義 上帝的義是什麼義呢 上帝的義 人在這世上有人的標準 上帝的義是上帝的標準 就像剛才我們說 求上帝的旨意 按著上帝的旨意求一樣 上帝有上帝的條規 你上這個銀行去的時候 人家這個銀行就需要添單子 你到那個銀行去的時候 人家就不用添單子 人家就用一些別的方法就可以了 你到哪個銀行去 你就得按哪個銀行的規矩 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 我們要按聽上帝怎麼說 上帝的標準 就是上帝的義 上帝以誰為標準呢 上帝以耶穌為標準 耶穌所說的話就是義的標準 信耶穌的 信耶穌的就是義 不信耶穌的呢 就是不義 什麼叫標準呢 我們所以今天說 也可以說有信心的就是義 沒有信心的就是啥呀 就是罪 所以我們區分的罪和義的標準 不是世上的人的這個標準 人跟人的標準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你得罪了我 我得罪了你 可能是這樣的 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人跟人之間定的都不一樣 你家定這標準 我家定那標準 是不是 在你家實行我家的標準還不行 到我家實行你家你那個標準也不行 所以你勸別人的時候也不用 不是說你那是絕對的 你到人家那塊不靈用著不靈 是不是 只有人家人家有知道人家的方法 就好像這樣一樣 所以各自都有什麼 各自的這個這個規矩 規則是吧 上帝有上帝的標準 上帝就以他的兒子為義 上帝為什麼以他的兒子為標準 為兒子為義呢 因為兒子徹底的順服上帝 顯出了上帝的義 上帝的旨意裡面包含著上帝的義 我們以前講過上帝的旨意裡面有 上帝愛兒子把天國給兒子了 是不是 這是顯明了上帝對兒子的義 兒子在這世上借著兒子承受天國的時候 兒子不想把上帝給自己的天國 當作理所當然的下定決心 致死順服 這顯明了兒子在父面前的 兒子順從父的義 作為全民者跟這個位置 一個說話的一個聽從的 他們倆之間的關係 什麼是義啊 被帶領者應該是順從就是義 所以對於耶穌來講 耶穌在上帝面前顯明最大的義就是 順從 徹底順從 為什麼他徹底順從啊 他信 他信父是父 父所說的 他信父會給他天國 他信父讓他死 那也會讓他從死裡復活 這是他對他的完全的信任 信任可以到達了 可以說 借著耶穌到達了頂峰 啊 那今天我們 所以上帝看到了這樣的兒子呢 他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悦的 你們要聽他 意思就是你們要信他 他就是我的自尊心 他就是我的意義的標準 你們如果藐視他 就等於藐視我 你們不聽他的話 就等於不聽我的話 所以你們要想進天國 唯獨通過他 所以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通過我 沒有人能夠進天國 你們一定要通過我進天國 啊 所以耶穌是上帝的 什麼義 耶穌是上帝的標準 我們要徹底的跟隨耶穌 我們總說 教會要效仿耶穌 個人呢 信徒呢 要效仿教會 教會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們教會的方向 就是走像使徒那樣的路 对吧 使徒那樣的 徹底的跟隨耶穌 那我們今天也是 徹底的跟隨耶穌 因為我們可以說 我們的教會要像聖經 像聖經那樣 激活激世上的人 這麼藐視我們說 你們不應該這樣 你們也應該那樣吧 你們應該多做做世界上的活動吧 你們應該多跟世界聯絡聯絡吧 激活他們那樣說 但是我們有標準 到底哪個對哪個不對呢 你這樣說 他那樣說 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今天是不是讀完了 使徒行轉了 看看使徒們他們做什麼 我們也做什麼 他們在什麼上下功夫 我們也在什麼上下功夫 他們徹底的跟隨話語 不讓話語變質 我們也要朝這個方向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道路 這就是我們的路 效法誰啊 教會要效法耶穌 門徒們那會兒他們就是效法耶穌 徹底的效法耶穌 是吧 那我們今天教會呢 教會是被聖靈帶領的 也可以說被耶穌帶領的 其實跟被耶穌帶領 跟被聖靈帶領 其實意思差不多 區別在於哪呢 耶穌的話語 聖靈讓我們引導我們明白耶穌的話語 並且讓我們順從耶穌話語的時候 讓這話語成就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體驗這話語 所以教會要跟隨什麼 跟隨這個 教會要跟隨耶穌的帶領 聖靈的帶領 這是我們要走的路 這就什麼 這就叫做義 我們要尋求什麼 尋求義 首先我們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 最需要尋求的義就是要承認 耶穌基督的功勞 耶穌的寶穴不是我們強調我們的義 而是要強調上帝的義 上帝的標準 人若不通過耶穌 無法進天國的原因是在於 因為人沒有義 人是沒有義的存在 所以呢施洗約翰也是 讓人在耶穌來之前 他在約大河里去給那麼多人受洗 讓一個一個的人受洗 那讓他們受洗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讓他們讓那些自己覺得 一直認為自己是義的那樣的人 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 所以他一直在呼喊說 天國進了 你們要悔改 所以作為沒有意義的這個罪人來說 最需要的是啥呀 最需要的就是悔改嘛 所以我們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啥 悔改嘛 我們天天的悔改 天天的轉向 有人說你怎麼那麼多要悔改呢 不是僅僅想到的是道德倫理的 當然那些也需要悔改 但是比那個還重要的就是 你要悔改 轉向 恢復你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以前你不愛上帝 你不尊重上帝 你不認識上帝 今天你要回轉過來 你要認識上帝 信任上帝 這個依靠他 依靠 你看我們唱那個歌說悔改的時候 你要依靠他 主啊我要依靠你 不依靠上帝 依靠自己 那叫什麼 那就叫做罪 依靠上帝 那才叫義 你怎麼依靠啊 按照上帝的話語而行 就叫依靠 依靠不是說我坐著呆呆不動 上帝啊 我想要啥你都給我啥 這就叫依靠 我不干 我啥也不干 我干不了 都你給我干 這樣這就叫依靠 這不是依靠 依靠是什麼呢 依靠那個人的帶領 懂吧 我們有的時候去尋求 在社上也是 尋求老師 有一些問題解決不了了 生活中的疑難問題 我解決不了 所以就找那個人生的導師 也有 是吧 有人特別聰明 有智慧 然後就到他的命前去詢問 說我應該怎麼樣解決這問題呢 那人家告訴你怎麼樣解決 就給你指著一條路 你應該這樣這樣做 我發現這個問題 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看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你去詢問了以後 你又不去照著那個導師的引導的話 那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所以就像這樣一樣 我們今天來到上帝面前的時候 上帝給我們的引導 可以說我們依靠上帝 依靠什麼呀 依靠上帝話語的引導 所以對於上帝話語 在上帝話語面前 我們要聽從 要信從 為什麼我們要信任耶穌啊 為什麼要信任耶穌 我們首先要承認 我們在上帝面前是罪人 罪人需要解決罪 最大的問題 這怎麼解決呢 耶穌說你們怎麼解決 也解決不了 罪會使你們下地獄 罪會使你們與上帝永遠隔絕 其實永遠隔絕就是地獄 大家可能覺得 有人說到人間地獄 是吧 不是肉身多麼多麼的 那個苦的那個地獄 是你心裡根本就沒有依靠 看看這世上的人 那次我們在那天去上醫院 你看 看看這世上的人 一個一個都沒有依靠 他們那麼的可憐 他們的無助的那個眼神 去求靠著醫生 醫生也是很冷酷的跟他們說 簽字 我不負責任 你們就寫吧 我盡量給你做好了 但是呢我死了我不負責任 是不是每回在手術之前 多少人簽字啊 無論怎麼樣 如果出現一小點點的問題 我不負責任 你自己負責任 為啥啊 因為你們是那麼可憐的來求我的 對吧 你求我的我也盡力 反我就這麼大能耐 盡力給你們治好就治好 治不好你們也別怨我 其實醫生不就是這樣的態度嗎 不是醫生不好 是醫生也跟我們一樣是罪人 他們沒有能力 我們要求求誰呢 我們要求求求上帝啊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所以對於舊約裡面的好多 我們看到好多的人 他們不求上帝 而單單去求醫生 後來上帝讓他們去吧 那你就去求醫生吧 求到那個 我也不理你了 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他們是信上帝的人 是不是 對於外邦人來說 他們因為沒有上帝 所以上帝怜悯他們 去求醫生就求醫生了 就不能讓他們死了吧 能活一天是一天 能活幾天是一天 是那樣的態度 但是今天信了耶穌的人要什麼 要依靠耶穌 要以不依靠耶穌為恥 不依靠耶穌為罪 為什麼呢 我這麼大的 我是這麼大的治大者 你們卻如此的藐視我 你們在面前 你們都是自己干事 卻不依靠我 你說說他的自尊性 得多受伤害 是不是 孩子也是 我老說 孩子有的時候不依靠父母 小的時候我們特別喜歡我們家孩子的 是吧 為啥 孩子小時候特別的依賴父母 乖乖的 渴望的眼神 媽媽也是盡全力 恨不得犧牲 捨己 舍命也得保護這個孩子 後來的孩子長大了以後呢 越來好像懂得越多了 明白的越多了 然後在上帝 上帝面前 在這個父母面就咋 映著景象 可剛映了 是吧 你懂啥 我比你還懂 我就不聽你的 是吧 這時候父母 特別特別的傷心 這時候我告訴你 父母也沒有那種 全心在想 哎呀 什麼都 因為他不聽你的呀 所以這樣的孩子只能受苦 就跟這個一樣 我們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樣的 你想想孩子如果長大了 藐視我們的時候 你那個感覺是什麼樣子呢 我從小這麼的 我掏出掏心的 這樣的對待你 現在你竟然這樣的藐視我 對我不屑一顧 你想想 咱們大家的心情誰啊呢 上帝就是這樣的心情 我上帝比我們要大的多 上帝是至大的 你太小看我了 是不是 我們人總是小看上帝 不依靠上帝的原因 就是小看上帝 不依靠上帝的原因 就是不信上帝 不信任上帝 激活今天 在這講道德之中 一直給大家講 上帝啥 獨一的 自存的 全能的 自有擁有的 唯一有形象的 是吧 不僅是創造主 還是拯救主 他把這一切的關愛都給我們 既然 即使這個好像 這個講道人如同仙知一樣 這大聲的發出呼籲 讓大家說回轉吧 相信上帝吧 但是人們的心 仍然好像像石頭一樣 那麼樣剛硬 那麼樣的不願意回轉 也不願意在上帝面前 依靠上帝 這讓上帝多麼的傷心啊 所以我們今天禱告的時候 要求是吧 要求上帝的意 上帝的意是什麼 因之信而有的意 我們來看見聖經 羅馬書一章十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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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帝的意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意是本於信 與智於信 如經上所記 一人必因信得生 我們是為了要得啥呀 得生 得生命也行 而且說我們得的生命 一說就是得永生 就是永遠的生命 上帝是自存的 就是我們要得到的是 咒主的給我們的生命 永遠的這個生命 怎麼才能得到生命呢 這裡邊說 這裡邊說 上帝的意 我們不是求上帝的意嗎 上帝意在什麼上顯明出來了 藉著福音 誰帶來的福音呢 耶穌帶來的福音 什麼是福音呢 大家知道什麼是福音嗎 一說我要傳福音 傳福音 什麼是福音 耶穌的死和復活 給我們帶來的益處 就是這個好消息 你們不用這個下地獄了 罪人們快悔改吧 快來耶穌吧 快來找耶穌吧 耶穌已經擔當了你們的罪 怎麼擔當 耶穌為你死了 本來應該你去死 耶穌已經死了 我們就今天跟他和好吧 是不是這樣呢 這對我們來講 對於要下地獄的人 要死了的人 這是什麼呀 好消息嗎 什麼好消息 得救的好消息 得生命的好消息 所以我們給人傳福音 是不是這麼傳 你不用再下地獄了 我們不用再死了 我們不用再滅亡了 我們這個奔走相告 互相的去跟別人去說 這個好消息 是不是 這就是什麼 福音 所以福音里顯明 顯出了上帝的意 什麼意呢 上帝都不愛惜他的兒子 白白的捨給我們了 這是上帝的愛 向我們顯明了 誰能愛罪人呢 是吧 如果愛义人還好一點 孩子乖時候你愛他 是不是 孩子不乖時候呢 哎他很討厭 他恨他了 恨不得打死他 是不是 有的時候父母也是 氣憤憤的說那樣的話去 說得狠狠那樣的話 好的時候喜歡他 不好的時候哪呀 就想棄絕他 朋友們也是 我們朋友的時候 咱倆互相講義氣 你對我好 我對你好 我們倆跟一個似的 但是一旦出了隔閣 出了點嫌隙 出了點誤解呢 然後呢 一下子就反目成仇了 是不是 再也不理了 誰也不理誰了 但是耶穌是什麼樣呢 耶穌說 圣经上說 為一人死 是少有的 但是實際上還沒等怎麼樣呢 一點事呢 就各奔東西了 擔當啥呀 毀約了 對 但是上帝呢 不毀約 上帝不毀約 上帝一給我們 立定了個約 他就不毀約 所以他先來什麼 他說 我願為你們死 我願為你們死 生活中 其實有時候 我好經歷很多 那種別人 對我的誤解呀 對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不理解呀 誤會呀 哎呀 我真是不想再管了 後來想想 耶穌 我就是這樣一次一次 背離耶穌 我就是這樣一次一次 不理解耶穌 所以又是啊 耶穌既然這樣擔當我 那我也要擔當別人 所以上帝說 你要給人什麼 無限的饒恕 要給人無限的饒恕 為什麼 因為耶穌就給你無限的饒恕 就好像這樣一樣 所以這是什麼 這就叫做義 所以人們的義起不是義 人們再努力的義 也不是義 跟上帝的義比起來 根本就什麼都不算 所以聖經上說 把人的義 跟上帝的義相比要的話 就如同破爛的衣裳 就好像你在這個冬天的時候 編了一個 無花果樹的裙子 然後那個樹葉子 一會就乾了 乾了就掉了 掉了就漏下 漏出來了 這就是人的義 站立不住的 所以我們要不要依靠自己的義 而要依靠上帝的義 今天我們是依靠耶穌基督的功勞 來到上帝面前的 礼拜是不是來到 一切耶穌的功勞來的 若不見得耶穌功勞 你上帝能不能與你見面啊 上帝只跟聖結的人在一起 上帝只跟義的在一起 而這個義的標準 不是你努力行的好的那個義 而是你要承認我是罪人 我是不好的 只有依靠耶穌的功勞 我才能夠來到上帝面前 所以這樣的人是啥要人啊 謙卑的人 這樣的人就會謙卑 不認識自己的人 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謙卑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總是想著 我到底要行多好 我在上帝面前要努力行多好 這個不是我們的標準 而是我們今天在上帝面前 無論怎麼行 我們也要知道 你多行多好 其實在上帝面前 不是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所以我們激活在上帝面前 服侍多了 做工多了 這個這個 這個為教會也付出多了 但是仍然不要覺得 我在上帝面前是有功勞的 而唯獨有功勞的誰啊 就是耶穌 我們無論何時 都要承認耶穌基督的功勞 這就叫做求上帝的意 法利塞人在上帝面前 在耶穌面前 為什麼不能來到耶穌面前 因為他們強調的是自己的意 是吧 今天我們既然承認耶穌的功勞 來到上帝面前的 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不是靠著自己的意來的 激活今天我們應該順從話語 好像比以前進步了 好像比以前好了 但是那這個也不能成為我們 理所當然得到天國的標準啊 是不是 得救唯獨依靠什麼 唯獨依靠耶穌的功勞 所以我們只要跪在上帝面前的時候 我們就要承認 主啊 我是個不足的 不配的 無能的 那上帝需要我們這樣承認完以後幹嘛呀 依靠他唄 信任他唄 你信任我吧 所以上帝上說信就是意 因信成意 你對我的信任我就把這個看作是意 我們在生活中做事的時候 是不是上帝所說的所有事情我們都做得好了呢 不是 但是這些上帝需要悔改 但是比這個悔改更重要的悔改就是什麼呀 比這個還重要的悔改就是說 主啊我在你面前是沒有意的 嗯 我在你面前怎麼做也達不到你的標準 但是你還憐憫我們 我們要總知道上帝他一直在憐憫我們 雖然我們今天禱告得到應允了 我們信仰生活也成功很成功 是吧 但是我們也不要在上帝面前覺得 哎呀你看我現在多好啊 我的信仰生活多成功 好像那個所有得來的都是靠著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一樣 若沒有上帝的憐憫 人怎麼能夠得到這一切呢 所以我們既然禱告得到了那一切 我們也怎麼說呀 榮耀歸給上帝 在人在人面前做見證的時候怎麼做見證啊 我病得医治了 哎呀感謝上帝 上帝這樣憐憫我 其實我真是沒有啥好 我真的我竟得罪上帝 所以我這樣了 我都抬不起頭了 但是上帝還是管我 還是醫治我 不以我所做的那個過犯 不按我所做的過犯代我 這就啥 這就是上帝對我們的義 我們要對上帝要擁有什麼才能得到這義啊 擁有什麼才能得到這義 就是對上帝擁有完全的信任 信任 信任聖經裡面出現這個信 無論旧約 旧約裡出現過很多很多字這個信字 信約裡面也出現過 信約裡面出現的是信心 信心這兩字信也出過 出現過很多很多的 上帝在乎的什麼呀 人要想得到上帝的義 唯獨通過人對上帝的信 所以這裡面說 他說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 藉著耶穌顯明出來了 這信是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因此我們想得到這義 要求上帝的義就等於求什麼啊 求信心 主啊你賜給我信心嘛 很奇怪 圣經裡說信心是可以求的 耶穌也為我們信心代求 主啊求你賜給他們信心嘛 是吧 耶穌在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離開世界的時候 他說主啊你給他們信心吧 還說你給他們信心的恩賜吧 是不是啊 我們也是為不僅為自己求信心 還為別人求信心 主啊求你給他信 這個信心的恩賜吧 都是這樣的代求 是不是 所以呢求上帝的求信心 就等於求上帝的義 因此我們要常常的在上帝面前求 上帝國的全能能力 求聖靈 聖靈充滿 也要在上帝面前擁有 依靠耶穌基督功勞 而有的義 常常在上帝面前承認 這樣的人帶著謙卑的心 跟隨耶穌 最終能夠得到上帝的喜歡 有的時候在教會裡有很多的時候 有的人 可能別人 大家看起來這個人不咋地 也不知道人喜歡 肉體生活中有一些毛病 特別多 是吧 大家可能站在那個角度來看 不喜歡 但是我看大家的時候 不通過那個看 要說毛病 這種肉體的毛病 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沒有的 沒法比較你這個毛病大 他這個毛病小 沒法這樣比較 我看只看這個人有沒有信心 信心是什麼 當我說話語的時候 他到底承不承認這話語 承認這話語的時候 就是有信心的人 不承認這話語的時候 就沒有信心 如果你想憑著自己做好這個 做好那個來討誰誰誰的喜歡 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什麼 你只有要想討上帝喜歡 只有什麼承認 承認你的信心就是信任 對於我來講也是 大家跟我聯絡的時候 大家信任我 我就承認那個人是義的 就好像這樣一樣 我自己有這樣的體驗 有點感覺 這個人可能沒有什麼 做這是不安全 但是他非常非常的信任我 那麼這樣的這樣的信 我就看他為義 就好像這個比喻一樣 我這個來做比喻 用我的感受來做比喻 就好像這樣一樣 上帝就是因著人死氣掰裂的 抓著上帝 不離開上帝 幾乎自己犯罪了 軟弱了 無能了 還是要最終的依靠上帝 在上帝面前悔改 信任上帝所說的 那麼這就叫做 上帝就看他為義 所以我們是靠著這個義 進天國的 而不是靠著自己的義 進天國的 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 擁有耶穌基督功勞的人 承認耶穌義的人 承認這樣擁有信心的人 不要被罪就敢抓住 不要定罪 今天我們在上帝面前 可能會做錯事 做的不好不完全 很正常 為啥 因為你本來就是罪人 你不做不好 你做不好是正常的 你做的好 反倒是不正常的 你做的那麼完美 與其你在凡事上 都做的完美 而在上帝面前 轻呼上帝 自以為義 還不如你在上帝面前 做的不好 徹底谦卑 服服在上帝面前 所以我願大家 靠著耶穌的功勞 不要給自己定罪 重要的是 人一旦被定罪 人就沉浸在那個消极的里面 哎呀我也不行 我也不能 我也不配 我也不給 不能給上帝干啥 其實上帝不喜歡 我們那樣的狀態 而是喜歡什麼呢 主啊我是不好 但是我還希望你用我 主啊我去 我信心想 主啊求你加給我信心吧 主啊我這個 這個一游的時候 你看我又小心了 我做這事我發現 我又做的不好 你看人家都挺有信心的 你看我沒有信心 是吧 但是我願意有信心 你幫助我讓我身體力行的今天 聽見的話語就去承認 就去行動 這樣的做好啊 是吧 願上帝赐福我們 讓我們都成為求上帝國和上帝意的人 啊這樣的人在上帝面前才能得蒙上帝的喜悦 吸引上帝的關心 自己因著認識上帝而有了這樣的體驗 也能讓自己感到無比的幸福喜樂 這都是上帝願意給我們的 什麼是蒙福啊 這就是蒙福 靈魂蒙福 靈魂聽見這話語心裡就舒服 因為靈魂有盼望 上帝在我們在我們走這條天路的時候 不僅這個不是我們自己走 是上帝在我們身邊幫助我們 上帝在也不是僅僅在我們身邊 像耶穌在這世上的時候在身邊 上帝在哪 在我們裡面 裡面支配著你 你睡覺你躺過你行走 你無論到哪個地方 都有上帝陪伴著你 所以那是聖靈就與我們同在 是不是 所以既然我們領受了聖靈 我們要更加的祈求聖靈充滿 求上帝的國以義 是吧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的靈魂呢 你要祈求上帝的國與義 我們一起禱告 預備 我靈魂呢 你要求上帝的國與義 我的靈魂呢 然然然然然 willen 我會有人說 我的靈魂呢 你要被聖靈充滿 我的靈魂呢 你要被聖靈充滿 我的靈魂呢 你要被聖靈充滿 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 感谢你这样的恩怨祝福我们 主啊你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依靠着圣灵 每一天都为圣灵充满 让我们祈求你的国相邻 让我们把天国的权柄行使在这地上 让众人看到这一切就会荣耀给你 让我们能够依病赶鬼神迹能力 不断的伴随着我们 主啊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天国的权柄里 到这世上 也求让我们在你面前拥有更大的信心 拥有你所拥有的意义 要承认耶稣基督你的功劳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 所行的一切都是如同破烂的衣裳 我们只是因着信任你跟随你 主啊我们不要在你面前有任何的自夸 而是要在你面前彻底的谦卑 主啊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不好 主啊我们今天虽然得到的一切 看似很亨通的一切 主啊不是因着你的引领 我们又如何能得到这一切呢 所以我们不敢在你面前自夸 而是在你面前彻底谦卑 主啊就在我们生活中执掌王权 让我们无论经历任何事情 任何环境的时候 都能够这样受你的带领 受圣灵的引导 主啊以至你能够把我们最终带到天国 我们愿意与你在天上一同做王 一同要成为参加头一次复活的人 一同与你在天上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奖赏 主啊感谢赞美你 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听到的 每一个儿女真正的都拥有信心 主啊愿意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给我们信心的恩赐吧 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所说的一切 你所说的让我们都以信心来接受 让我们真正的信任你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这样的引导我们走这条天路 阿们耶稣的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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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耶稣的名祷告